大家好,我是邱子 我们今天准备做扣肉了 这段时间猪肉涨价了 五花肉也卖到了12块13块一斤 现在把它拿到锅里去煮 切几片生姜去腥 家里没料酒了,倒点米酒 五花肉要把它煮熟 要完全煮熟透 我们这个五花肉煮到用筷子 可以轻轻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夹出来 放到冷水里面,洗掉浮沫 我们用牙签 把这个皮搓出很多小洞 待会用油炸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皮炸出那种虎皮状 好像融融融 用针扎滋味的 然后我们趁热 抹上酱油,点它上色 我们要在锅里面放大量的油 炸这个五花肉 油温热了 我们先放几片生姜 防止粘锅 好,现在可以把这个五花肉下锅炸了 走开一点啊,可能会炸起来 噢,噢 是你炸那个孔造成的吗? 没有,是水 现在五花肉已经炸得很漂亮了 五花肉炸好了 马上把它泡到冷水里面 我们现在要炒盐菜了 今天做盐菜扣肉 切一些大蒜籽 然后切一些大葱 先把这个蒜末和大葱给它炒香 然后放一些辣椒粉 倒入盐菜 倒入盐菜 加入些蚝油 其实这个盐菜这样树炒就已经很好吃了 先把它捞起来 现在我们准备切扣肉了 把扣肉切成薄片 我们现在把这个扣肉摆在碗里面 然后把炒好的盐菜 倒到扣肉上面 好香啊,这盐菜 我们现在要开始蒸盐菜扣肉了 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现在把蒸好的盐菜扣肉 倒进盘里面 现在我们还需要调一个料汁 因为这肉太白了 不太好看 切一些大蒜籽 在锅里放点油 大蒜籽炒香 加入蚝油 来一点蒸鱼籽油 倒入水淀粉 来一点老抽 加入少量的盐和鸡鸡 然后把炒好的料子 搅拌在肉上面 最后撒上葱花 好了,我们的盐菜扣肉就做好了 很多朋友在秋子的小店里面拍了盐菜 拿回家不知道怎么做 看到这个视频相信大家都学会了吧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秋子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香烟丫头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很多朋友都一直都看了这个 今天我特意给大家 嗯